好 直播记者一早呢 四位在新北市的菜市场 可以看到呢 现在端午佳节将近 不少餐饭呢 都已经开始贩售粽子了 我们除了传统的咸肉粽之外呢 也有甜的减重呢 也是不少大人小孩喜爱的选项 但是呢 新北市卫生局呢 近期提醒民众呢 过去呢 不少传统的业者呢 都会加棚纱来添加减重的Q弹口感 不过呢 其实卫福部已经明令 棚纱呢 是禁止在添加在食品里面的 因为呢 可能会造成民众腹泻 而对此呢 新北市卫生局呢 也推荐民众可以使用 食品添加剂三片磷酸钠来替代 不过这三片磷酸钠呢 到底要去哪里取得呢 新北市卫生局呢 近期呢 特别开放民众 可以在各大的卫生所来索取 提醒民众呢 可以来尽情尝试 来制作这个传统的减重 我们先来听听民众的说法 我们这个现在都不会 那是比较以前 比较老一辈的人 他为了要没力 美观又好吃 对 现在的都不会了 有的加棚纱会让减重比较Q 可是可能吃了会辣 对不好 会甘心吗 会啊 当然会啊 所以说我们很少在外面买 都是自己做的 而另外一边呢 为了保障市民安心的享用各式的粽子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呢 也针对粽子减重以及酱料 还有常见的食材馅料 包含菜脯 猪肉 牛肉等等进行抽验 另外呢 还有网路购物商机蓬勃 也抽验了各家的知名粽子礼盒 在检验食品中的维生物 卫生标准 棚纱 甲醛等等 总共呢抽验了115件产品 总共有两件不合格 现在已经全部呢 都是下架回收 并且呢 依食安法来办理 提醒民众呢 在吃之前呢 还是可以再注意一下 相关的厂牌 以上是现场最新 我们让时间镜头 就很棚内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疫苗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证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